然番剧场!然番啦! 不知走了多久,凌然再也支撑不住,轰然倒下。 躺在地上,他深吸了一口气,抓起一把积雪塞入口中,融化了积雪顺着喉咙滑落,让严重缺水的身体得到了些许的补充。 这时饥饿感却涌上心头,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,再加上赶路时的体力消耗,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撑多久,他将银铃抱在怀中喘息休息,挥手间他单手结印勾勒出一道灵气屏障,将它们包裹其中,抵挡寒冷的侵袭。 但是由于体力接近枯竭,能量屏障显得十分不为定,虚实转换之间似乎随时都会破裂开来,卷一席卷而来。 灵染艰难支撑许久之后,终于支撑不住,合上了眼皮。 能量构筑而成的屏障,伴随着灵染的沉睡,破裂。 纷飞的雪花,落在两人身上,逐渐将他们的身体覆盖。 此时灵染体内的生机正在逐渐地流逝。 一小时之后,大雪已经将两人的身体完全覆盖。 就在这个时候,沉睡许久的银灵睁开了眼睛。 她先是疑惑地抬起头,覆盖在身上的积雪顿时滑落了。 她发现了自己正躺在灵染怀中。 而灵染已经被冻得面色惨白,生命气息微弱。 灵染很快就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显然是血色怪物恢复成古人形态离去之后, 灵染带着她往北走了许久的路程。 此时被血色怪物造成的伤势还未痊愈。 她强忍着痛楚,弯腰起身,将手按在了灵染的额头中。 体内的灵气渗入灵染体内,开始帮助灵染驱散体内的寒意。 望着灵染这般模样,引领心疼不已。 这个男人,自从认识她之后, 从一个被全人类寄予厚望的未来新星, 变成了这副落魄模样。 可以这么说,她是一手毁了这个男人。 转头望向来时的路,大雪已经覆盖了灵染采出的脚印。 但这里显然距离记忆中休息的雪灵已经很远了。 想到灵染背负她走了这么久的路程, 她内心既感动又愧疚。 伴随着灵染的体温回升, 引领抽回了释放灵气的右手。 轻抚额头,空间印记浮现。 很快,她的身旁逐渐形成了一圈空间黑洞。 引领将手伸入了空间黑洞之中, 从里面取出了一瓶装有褐色液体的药剂。 拧开瓶盖之后, 褐色雾气从瓶头处溢出了, 浓郁的药香味肆意扩散。 引领抬起指尖波动, 顿时散意的褐色雾气在她的手指牵引下, 顺着灵染的口鼻进入。 雾化的灵药在灵染体内逐渐扩散,爆发。 就像是干涸的土地沐浴干里。 灵染逐渐处于休眠的器官被激活了, 贪婪地摄取着药剂带来的浓郁生机。 濒死的状态逐渐退去, 灵染的心跳开始变得强健有力。 将空了的药剂瓶丢在一旁, 引领开始检查灵染的身体情况。 再确定灵染的身体正在逐渐转好, 她终于输了一口气。 转头望向白茫茫的环境, 随后引领抬头望向漫天的星辰, 依此来分辨方向。 现在是否已经脱离血色怪物的追杀, 还是未知数呢。 她觉得不能在此地久留。 现在唯一能够逃出升天的机会, 就在往北的领域场。 只要能够躲入领域场, 或许就会让血色怪物忌惮。 毕竟领域场是其他领域势力的地盘, 但是这么做, 他们同样需要承受风险, 却也比被血色怪物追杀致死要好啊, 最起码还有一线的升级。 考虑下一步的同时, 银领从私人空间内取出了一株灵脂, 挥手将其碾压成绿色液体后喝下, 开始自我疗伤了。 数小时之后, 银领站起身来, 重新检查了灵染的身体状况之后, 她弯下腰, 将灵染身上的积雪扫去, 随后将其背在了后背, 徒步往北走去, 大雪纷飞中, 他们的身影渐行渐远。 血色怪物的追杀犹如催命符, 赶路中银领不断地回头查看, 几夜时期没有太阳, 银领也不知道自己背着灵染走了多久了, 直到视线尽头处出现了一座领域场屏障。 这座领域场的屏障呈蓝色, 与天上的星辰相连接, 抬头看不到屏障的尽头。 银领在这时加快了赶路的脚步, 相比较凌染, 银领前进中显得异常谨慎, 每一步都踏在鸡血上, 却没有留下脚印, 做到了踏血无痕, 以此防范血色怪物, 通过脚印或者是气息残留, 找到他们的踪迹。 当银领带着铃染来到蓝色领域场屏障前, 他停下了脚步, 跨过领域场之后, 会遇到什么完全都是未知数, 沿途没有修筑的道路, 更没有任何信号塔或者是识别牌, 这显然是一座还未被人类攻略的领域场。 进入这座蓝色领域场, 或许就会遇到实力强大的领域势力, 面对入侵者, 里面的领域势力不可能以礼相待, 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。 但是在短暂的犹豫之后, 银领还是毅然穿过了蓝色领域场屏障, 这个过程就像是在水中行走, 轻微的阻力过后, 视线骤然开阔, 眼前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 纷飞的大雪消失了, 满眼的青草地长满了各色艳丽的鲜花, 空气中弥漫着植物的清香, 还能看到许多似蝴蝶, 蜜蜂的昆虫在飞舞。 这种感觉很奇妙, 就像是突然穿越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 无法想象, 大雪纷飞的北境与盎然生机的绿色世界仅一枪之隔。 扫视着眼前的场景, 银铃却显得十分警惕, 危机始终存在, 一旦被掌控这座领域场的势力发现, 他们将陷入危险的境地。 到时候后有追兵前游虎, 他们最后的希望将被扼杀。 想到这里, 银铃挥手抚过额头, 从空间漩涡中取出了一具傀儡, 将傀儡留在原地之后, 银铃背着凌染继续往领域场内探去。 傀儡与他心意相通, 可以是他的第三只眼睛。 他将傀儡留在入口处, 是为了血色怪物到来时能够第一时间察觉。 背着凌染爬上前方高耸的山坡, 听着远处传来的轰鸣声响, 银铃小心翼翼地抬头朝前望去, 呈现在眼前的景象, 令他顿时静待了。 远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型山峰, 山峰中间的瀑布如倒挂的银河, 水流从天上激流奔腾而下, 激起漫天水雾。 无数雪白色的飞鸟翱翔鸣叫, 穿过重重水雾打闹嬉戏。 山脚下巨大的湖泊好似一片明镜, 倒映着蔚蓝的天空与飞鸟, 偶尔还能见到水中有硕大的身影若隐若现地而过, 游洞间激起层层水波涟漪扩散。 视线所能看到的山峰顶端, 后视的云层翻涌间露出神秘星宫的一角, 金色的石柱上雕刻着诸多气势不凡的凶兽, 好似神话中的天空。 眼前的一切就像是仙境, 即使是银灵也从未见到过这般壮丽的场景, 这番领域天地的灵气质量极高, 他能够想象掌控这座领域场的势力有多么可怕。 但是想到血色怪物可能就在追来的路上, 他还是咬牙翻过了山坡, 朝着飓风的方向走去了。 沿途的道路盛开青草与鲜花, 无数的小动物并不畏惧陌生人, 甚至是主动凑上前来, 但是眼前的美好反而让银灵绷紧了神经。 身处竞争残酷的领域世界, 他清楚地明白一件事, 一个种族的繁荣必然是由其他种族的凄惨换来。 强族正是在剥削弱族的基础上建立起繁荣, 他所在的营乐族同样如此, 繁华的城市背后由无数弱族的尸骸铺住, 而那些弱族的领地都是无比残破, 可能连一个像样的建筑都没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